我要提醒金沙部落 放弃杜宇这个灾心 我要联合金沙部落 共同制约于父王 这个时候 金沙部落是不会拒绝我们的好意的 父亲 你要想方设法地说服于父王 保全金沙部落 只有金沙部落在 我们阑珊才是安全的 好 我就听你的 朕是我的好儿子 强哥 为父一定帮你成就霸业 谢父亲 那我呢 父亲 我的武艺比我哥哥的高 我也可以成就霸业啊 你是比你哥哥高 你比我们都强 紫棋哥哥怎么样了 他守着黎伯的尸体 不肯离开 是我对不起大家 到底是谁杀了我父亲 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妹妹 别难过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 杜宇哥哥 你为了找凶手 受了那么多苦 那又怎样 我还是没能首任凶手 杜宇哥哥 你已经尽力了 我 首领收留我们 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 可是我却没有能好好的保护首领 还有李婆 也是因为救我才 难道玉令华首领 真的是被土匪给杀了 我根本就不相信薄义说的话 他肯定是凶手 也许不是薄义 是大祭司或者强巴呢 你忘了 他们是一伙的 薄义抓了你 他说你要行刺他 那他为什么不早杀掉你呢 因为他还没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他怎么知道宝器在你身上呢 我也不知道 知道我得到宝器的人 根本就没有几个 那就是说 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风声 现在还不好说 大家以后都小心点 大家要尽早地想对策 保全金沙部落呀 你要我知道 我不会连累金沙部落的 杜宇哥哥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正因为是一家人 我才更不能连累金沙部落 不能因为一个人 害了全部落的人 于父王就算是怀疑 但是只要没有找到证据 也不能把我们金沙部落怎么样 杜宇现在躲到外面去 必在金沙部落要安全得多呀 这是娘 你自己也小心点 杜宇哥哥 我一定会保护好哈尼妈妈 我一定会保护好哈尼妈妈 不会让于父王找到她 会用我自己的生命 来保护哈尼妈妈的 杜宇哥哥 杜宇哥哥 你的伤口还疼不疼呀 现在我心里的伤 比肉体的伤更严重 都怪我一时冲动 中了薄衣的鬼祭 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只要离开金沙部落了 我只有离开金沙部落了 那 那我怎么办啊 金沙部落怎么办啊 薄衣一定会置我于死地 我如果不走的话 就会连累金沙部落 连累你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我在乎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首领忍辱负重地 去给不义休王公 原来他是为了我们 为了保存金沙部落 我们金沙部落现在 确实没有能力 与于父城为敌 再加上阑珊部落 我们金沙部落凶多极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希望我的离开 能够帮助金沙部落 逃过刺激 就怕你离开了 薄衣也不会善罢甘休 因为我感觉到 他的目标不仅是你 他是想拿下 整个金沙部落 那就拼个你死我活 可我们部落现在人心惶惶 没有人敢和于父城为敌 再加上我们内部的不团结 打起仗来 必输无疑 这我知道 我 好 好 杜鱼哥哥 我真的想找一个 没有纷争 也没有杀戮的地方 隐姓埋名 隐居山林 相依相伴 不问世间的纷争 哪怕吃再多的苦 我也心甘情愿 即使我也想 但是从我生下来 就肩负着太多的责任 逃避不是办法 我知道你 胸怀大智 我知道你 胸怀大智 我相信 将来 你一定 会有所作为的 是 即使说句实话 我真的不想有什么做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和你过日子 可是现在有些人 不让你安静地过日子 怎么只有奋起反抗 才能有自己的好日子 我真的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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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 我真的不想起来 你还好 你还好 你什么时候 我一直在说 你一定要有什么好日子 你不想起来 我还好 有什么好日子 你是你的选择 你现在是说 我还好 你还好 你还好 我还好 你还好 我还好 你还好 王有令 今日狩猎 狩猎多者 赏金钉五块 不十匹 土物二十弹 其次者 金钉三块 不五匹 山童 有没有信心 把那五块金钉 给你爹娘拿回来 我才不喜欢什么金钉呢 我就是想让于父王知道 我们蓝山部落女永世的威风 让他也知道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山童 拿这五块金钉 娘就让给你了 什么话 那我未必就输给娘啊 这孩子 你就不能谦虚一点啊 看你的了 好 时辰已到 我看你了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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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蓝山部落的强哥已到山外 要求进来祭奠首领 蓝山部落跟我们金沙部落是侍仇 他一定是来看笑话的 让他走 我们不欢迎蓝山部落的人 为杜宇来的吧 那你出去看看吧 婉姻相劝让他们回去 我看还是让他们进来吧 我们金沙部落也显得大度一些 我们没有必要拒绝别人的好意 再者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 谈谈他们的虚实 好吧 既然德长老都这么说了 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对了 你快去跟杜宇哥哥说 让他好好准备准备 以防不测 诺 能过一顶 你还没有必要 说不定 我们能策势 以防不否 你马上一顶 既然有兵 十分之影 将军事 将军事 秦队 我郑重声明 从今往后 希望我们两家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能够互相帮助 永不侵犯 希望你此次能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另外 家父正在全力追拿凶手 如有消息 会立刻通知你们金沙部落 请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德 于夫城什么情况 很奇怪 自从我们大闹赫山以后 于夫城一片平静 于夫王每天都带人打猎 歌舞升平的 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不对啊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于夫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夫王这是在迷惑我们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肯定在暗地里调兵遣将 告诉兄弟们严加戒备 报 报 大祭司非空奉于夫王之命 前来调戒首领 金沙郡主让我速来禀报 好热闹啊 今天该来的都来了 我要去看看 不行 你不能去 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你在金沙部落 我知道 但是大祭司和强哥都来了 我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在下非空奉于夫王之命 特来拜祭金沙首领于令华 往眷属节哀 谢谢 于令华对于夫国忠心耿耿 任劳任怨 高风亮节 为人正直 可惜啊 天杜英才 金沙首领 英年早逝被贼人所害 实乃于夫国一大损失啊 王实不甘位 夜不能秦 十分之痛心啊 凶手已经抓到了 拿上来 这两个就是凶手 已被斩首 他们两个已经承认了是山贼金灿的部下 山贼金灿跟金沙首领有过节 为了抢夺财物 所以他们袭击了于令华 致使于令华首领伤重不致 杀我们首领的剑上有于夫城的标志 而这些标志是王的卫队所专用 大祭司说是山贼所为 恐怕难以服众吧 这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 王的卫队有两人喝醉了 在路上睡着了 那些弓箭还有那些刀 就是被那两个凶手偷去了 就因为这些剑我们才找到那两个凶手 我说的都是事实 这个案子由王亲自审理 还有于夫国的长老在可以证明 就凭大祭司的一面之词 我们不能认同 我们金沙首领的死是个大阴谋 我们怀疑凶手另有其人 所以请大祭司明察 人证物证俱在 凶手共认不讳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 废空有几句话要说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金沙首领遇害以后 路鱼急火攻心 情绪失常 居然斗胆进攻行刺于夫王 当场抓获 其罪当诸 天理难容 没想到在关押期间 遇到了奴隶暴动 他趁乱逃走 王为之震怒 一定要把杜宇绳之以法 以井效尤 凡胆敢窝藏杜宇者 收留再逃的奴隶者 不管是谁 都视为渔夫国的敌人 杀无赦 王也知道金沙跟杜宇的关系 只要今后金沙不再帮助杜宇 王既往不咎 你们要三思 不要因为一个杜宇 连累了整个部落 否则大兵一道 生灵涂炭 为言之不欲 好吧 今日是安葬金沙首领的日子 我也不便多说 我们先办正事 不要耽误了时辰 我们山童现在是名阳渔夫城了 杀野猪就驾 空前绝后 你是没看见渔夫王 看山童那个眼神 那是崇拜 还有欣赏啊 谁说我没看见 还有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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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稀罕呢 你可别不稀罕 这些金帝 可以换好几百个奴隶 瞧你这个贪财呀 你就知道钱 我说你不贪财啊 你不喜欢的金子 我贪财 你才贪财呢 你贪财 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挣了 这些金帝啊 全部给你俩一人一半 行了吧 还是我女儿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你 你还真要啊 说好了是给女儿当嫁妆的 当嫁妆 对对对对 嫁妆嫁妆 这什么意思嘛 就这几顶金子 就想把我给嫁出去啊 我的好女儿啊 你看博弈 对我们家多看看 你嫁给这样的人 有什么不好的 好吗 我怎么没感觉 我的傻姑娘 你现在是 蓝山部落的剧主 就已经这么多人宠着你 有一天 你要是真的 成了王姬 那该多好啊 那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对对对对 我说你们烦不烦啊 你们知道王身边 有多少女人 我才不要当一个摆设 哎 就就算是一个摆设 那只要摆对地方 有什么不好的嘛 爹 你喜欢当摆设 你去就好了 哎 我的好女儿啊 要是爹真的能替你 那就不用我和你娘来劝你了 好了好了好了 孩子啊 我跟你爹都是为了你好啊 为我好 为我好就不要逼我 等我看上了谁 我就嫁给谁 你连于复国的王都不要 你还能嫁给谁啊你 王有什么了不起 更何况他还是个假的 我的怪女儿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不管是真王嫁王 他就是王 那可是神哪 你爹说得对 这话以后不能乱说 如果 要嫁也可以 真的 真的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爹我全答应你 你答应没用 要于父王答应才行 于父王 让于父王他答应什么 要嫁给他 他就只娶娶我一个 不许娜妃 我的乖孩子 那可是王啊 王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也只娶我娘一个人吗 山童 你和你娘不一样吧 妖门 你说对吧 我怎么了 反正我就这一个条件 不答应就算了 我走了 山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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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下 该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 现在只能这样 要不 要不你明天去大祈司那 探探她的口风 看看她是什么态度 她有什么态度 我女儿这么漂亮 架上山童又救了伯毅的命 你没看伯毅看山童的眼神 这可是十拿九稳的事 是啊 可人家毕竟是王啊 那你说怎么办 这样你到伯毅那去 看看她是什么意思 也行 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去 娘 儿子要走了 我如果继续留在金沙不入 将会给金沙的族人带来灾患 所以儿子已经做好决断 明日就走 娘知道 总有这么一天 你会像杜鹃鸟一样的去飞翔 娘你不怨我吗 如果我走了 就没办法陪你 照顾你了 儿子 你不是娘一个人的 你从生下哪天起 肩膀上 就担负着使命 娘不怨你 娘是心疼你啊 娘 儿子不孝啊 好孩子 快起来 起来啊 孩子 你都多大了 你呀 就放心的走吧 我的身边儿啊 还有金沙 银沙 紫七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娘你放心 我一定手刃强拔 为父亲报仇 重振咱们问山不路 娘相信你 娘等着你的好消息 你 天亮了 你也该回部落了 杜鱼哥哥 我不想回去 我要跟你在一起 别说傻话了 首领刚刚离去 现在你应该肩负起部落的责任 要不然 就像爷爷一样 你藏到一个 他们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 我处理完部落的事 就去找你 我一个人 是啊 你带那么多人 会容易被发现的 这些人需要我 我就像不会抛弃你一样 也不会抛弃他们的 可是 你带着这群奴隶 怎么生活呀 他们不是奴隶 他们和咱们一样 有思想 有感情 他们是我的兄弟 杜鱼哥哥 那不知道 你要受多少苦呢 就像爷爷说的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信任 我相信只要努力 我肯定能回来 好 嗯 首领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就是我们的首领 你就是我们的王 杜鱼 金沙 不好了 于父王的人马已经到了寨外 把我们包围了 这么快 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 他们想干什么呀 要我们交出杜鱼 否则 否则怎样 杀无赦 我们跟他们拼了 快 等一等 现在还不是时候 于父王就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去拼 只有死路一条 那 那怎么办 我先回去 尽量拖延他们的时间 你带他们先转移 金沙部落 有好多人都知道你们藏在这儿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不行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杜鱼哥哥 你不走大家都得死 我们要为金沙部落 几万不重考虑呀 杜鱼哥哥 于父王找不到你 就没有理由对付我们金沙部落 我们金沙部落 才能够得以保全呀 好吧 我听你的 那你自己也要小心 好 杜鱼哥哥 你也要小心呀 大家早做准备 马上准移 诺 诺 诺 杜鱼哥哥 现在这个宝器 放在我身上 已经不安全了 你带走吧 愿神保佑 我们能早日相见 放心吧 我找到落脚的地方 一定会回来接你 我等你 我等你来接我 走吧 王 杜鱼应该已经不在金沙部落了吧 你有什么理由说杜鱼不在金沙部落 再说 现在杜鱼再不在金沙部落 已经不重要了 王欲驾亲征 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杜鱼吗 这一次是要铲平金沙部落 免除后患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就灭了金沙部落 恐怕难以服众啊 王已得治天下 应该赏罚分明 对金沙部落 应该以宽容为主啊 大长老 现在都谈起得治天下 奖罚分明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你抢夺别人的部落的时候 好像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吧 我 我攻打各个部落 还不是受你的指使吗 我是叫你去找宝器 唯有叫你赶尽杀绝 那是原来 我强拔剑势肤浅 不明是理 自从做了大长老之后 日夷受王之熏陶 耳濡目染 自然明白了一些道理 那王今天 再告诉你一个道理 就杀鸡敬猴 斩草除根 如果当年你把杜鱼除掉 还会有今天吗 金沙拜见王上 金沙 一向可好啊 好久不见 本王甚是想念 不知道于父王来金沙部落有何贵干 你说呢 先王在世 以德治理天下 赏罚分明 如果真是我们金沙部落的错 我们甘愿受罚 绝无怨言 不过有人平白诬陷我们金沙部落 那我们几万不重 绝不答应 不惜一战 金沙 你就是这样跟王说话的吧 王 强拔觉得金沙说的有道理 只要金沙部落遵守王命 不收留杜鱼和陶奴 王就应该以宽容为主保全金沙部落 看来我们的大长老也不可以讲道理了 是王教诲得好 你没觉得他说的这些道理都是你以前教他的吗 王 王 如果不灭金沙 也要给金沙部落一定的限制和制约 比如说 要金沙部落新的首领到渔夫国去当人质 所有的冶炼人员必须搬到渔夫国去 还有 每年粮食的一半要献给渔夫国 还有 更不需收留逃犯 万王从善如流 就答应你们的请求 金沙 你说呢 王的要求金沙做不了主 等金沙回到部落之中 与各位长老商量完以后再做定夺 娘 金沙 你怎么来了娘 金沙 娘听说你要去渔夫城做人质 真的 你答应了 娘 恕女儿不孝不能侍奉在你身边 娘 女儿不孝 娘 快起来啊 女儿不孝 娘 快起来啊 孩子 起来啊 孩子 你真傻 你是真不知道那博弈的老子野心吗 娘 快起来啊 白夫人 金沙君主深明大义 为整个部族愿意设弃自己的自由 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不孝 让香香陪你去吧 你好有个照影 让她跟着你 你要也好安心 金沙郡主 香香愿跟随你 一起去渔夫城服侍你 香香快起来 香香 谢谢你 此去路途非常危险 你还是留在这里照顾多多吧 金沙郡主 你们无私地救了我们那么多的乡亲邻里 不求回报 大家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如若你不让我侍奉你左右 我以及我的族人都不会答应的 那 娘 那你弟弟怎么办呀 有你们金沙部落照顾他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娘 女儿一定尽快回来 侍奉娘起 娘 等着你 诸王歇旧豁荣 万代圣上 好 来 来 喝酒 来 金沙姑娘 能把你带回来 是本王最大的收获 就是别人给我十个部落换你 本王都不会心动的 金沙姑娘 你知道吗 本王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放过金沙部落的 只要你答应做本王的王姬 本王答应你 从此以后绝不找金沙部落的麻烦 本王甚至可以考虑放杜宇一马 金沙部落已经答应跟杜宇断绝关系 从今以后 杜宇是杜宇 我是我 王是否放杜宇一马 我不感兴趣 好啊 态度坚决 本王很是喜欢 那你是否愿意做本王的王姬呢 本王对你可是仰慕已久 现在金沙是渔夫城的人质 这个问题我不想考虑 你就在本王的手心里 本王就不信你不从 如果王强迫金沙的话 金沙唯有意思 严重了 严重了 本王怎么会逼你呢 本王不会那么没有风度的 但是 我相信 你会回心转意 来 喝酒 好 金沙 我就要回去了 我觉得 我也 我也不知道跟你说些什么好 紫青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回到金沙部落以后 要想办法帮助银沙 告诉杜宇哥哥 叫他做什么事情千万要忍住 不要冲动 还要壮大自己的队伍 我会一直在这儿等着 等着杜宇哥哥来接我 我记下了 放心吧 子稷哥哥 你回去以后 劳烦你多照顾照顾多多 放心吧 萧萧 我们金沙部落都会好好照顾他的 还有 你在这里可要把金沙照顾好啊 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传个话回来 子稷 如果我等不到杜宇哥哥来接我 别胡说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说的是万一 你就一定要陪在他的身边 帮助他把我忘了 不会有万一的 杜宇也不可能忘记你 要是谁敢欺负你 我就杀了他 金沙 你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们接你出去之后 咱们还跟小时候一样 一起去打猎 一起去玩 答应我 金沙 答应我 我答应你 要是吗 君侠 这只鲸鸟送给你吧 给我的 它真漂亮 无论我在哪里 只要你想找到我 它都会带你去的 真的 你不会骗我吧 当然是真的了 郡主 你笑什么呢 对了 香香 杜宇哥哥曾经说过 看见杜鹃鸟 就等于看见它了 郡主 我明白了 山童啊 爹也是为你好啊 能做渔夫王的王姬 那得多少人求之不得呀 是啊 你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有什么可考虑的 我就这一个条件 他答应 我就答应 傻女儿啊 这说实话呢 当娘的我呀 我是从心里呢赞成你这想法的 可是你知道吗 这有点地位的男人 那个不是三妻四妾的 我父亲不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傻女儿 你知道什么 你父亲都花着呢 他背着我不知道勾引了多少女人 他呀 他是不敢明目张胆地 给我领回来 他怕我杀人 胡说 我才不怕呢 我是因为只爱你一个 别尽简好听的说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 你是有色心没那个色胆 无面 我连死心都没了 还敢说没有 你看上那个残酷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还有东川部落手里的夫人 你跟她眉来眼去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还有那个 停停停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女儿的婚事 你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 我让你来是要你帮忙去劝服女儿 你这不是明摆着帮盗王吗 对 先说女儿的事 以后再跟你算账 山河 你呢 不能只被你一个人着想 如果你做了农季 那对我们 对我们整个南山部落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荣华富贵先不说 最起码那个渔夫王 他不会再来找我们的麻烦的 还有啊 如果你早日生下个王子 将来继承王位 那整个渔夫国不就是我们的了 山头啊 你说这真不值得 父亲 你考虑得还真是周确吗 是啊 山头 你父亲都是为你好 可是你们唯独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我不喜欢什么渔夫王 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嫁给他 我要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谁不愿意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呢 可是你现在不是还没有遇到 我会遇到的 如果我遇不到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 你 山头 就算爹爹求你 为了爹爹 你要想办法去讨好博弈 就算是做不上王姬 也争取做个妾啊 要不然爹爹 终将是地位不保啊 我和大祭司的争斗 也会更加艰难的 出来说去 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我才不要做你的工具呢 胡说 你是我的女儿 婚姻大事就得我说了算